来说完了这个再来一个重点叫应交税费 这个也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应交税费已经不算新鲜东西了 我们当初在讲存货时就已经给它铺垫过 什么叫增值税 什么叫消费税 什么叫价外税 什么叫价内税 他们的计税依据是怎样的 它的一般的分路是怎么做的 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的说的详细一些 先看第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增值税 顾名思义是商品流经企业这个环节 发生的增值额所缴纳的税金 这是国家第一大流展税 按照它这个增值税的设定呢 当你在买东西时 你得给对方一个买价 同时根据买价的13%交一个信项税 叫预先垫付 垫付完了之后 等你把东西卖给下一站的话呢 收两份钱 收一个卖价 收一个肖项税 按卖价的13%收肖项税 信销相比补其差额 实际上增值税的套路是 先垫一个 再代收一个 然后补差一个 你是一分钱不落的 你注意啊 你是一分钱不落的 但是这个增值税有一个原则 谁消费谁买单 击鼓穿花最后一位 那是掏钱的主 OK 增值税关注的关键点在于抵扣的评单 第一个是专用发票 它这个专用发票呢 据我了解 它是一个 上了国家工程类的这种 所谓的认证全网的这么一个标准 这个票的话呢 不可能造假 因为它相当于是国家的一个网络体系 你去抵扣这个进项税 你先得上网验证 验证的话呢 这个票是什么时候开的 因为什么时候开的 什么业务开的 是买什么东西开的 在哪开的 什么时间开的 写的清清楚楚 那个东西是造不了假的 因此增值税的话呢 是国家第一大税 它的税制非常严谨 这是一个抵扣的一个关键指章 进项税票 增值税的专用票 是它的进项税票的主要的抵扣单据 完税平单什么东西 完税平单是海关收的 我们当初在讲解增值原理时 设定的就是从海关买一让东西过来 交关税的同时交一个进项税吗 当时我们聊过 那个进项税是怎么算的 买家加关税扩起来乘以增值税率 形成过海关交的这个进项税 那么海关收了你的关税 收了你的进项税 那个进项税给你开一张叫完税平单 当做你以后销向税的抵扣平单 这是海关特有的名称啊 完税平单 第三个是收购免税农产品的收购平单 这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体会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收购免税农产品 收购免税农产品 这个农产品是从农民那买的 农民是开不了票的 所以说呢 这个进项税票啊 你拿不到 拿不到票 那怎么办呢 这种环节的话呢 我们采取的是从里面去抠出一部分 就是从收购价款里面抠出一部分 把它贴成进项税 按照收购平单写着 你比方说呢 这是一百万的货 收购平单写着一百万 从里面抠百分之十 十万形成进项 剩下的九十万入原材料成本 你或者这样想 这种收购免税农产品的话呢 它收购价就是个含税价 这么说也对 实际上这里面体现出对农产品的一个扶持政策 我愣掏出一个百分之十 也有掏百分之九的啊 具体百分之几 根据其中给的条件来定 它会分情况 有的是抠百分之十 有的是抠百分之九 反正得抠 抠下来之后 剩下的走原材料 说这东西怎么体现出对农民的这种优惠 或者叫对农产品这个行业的支持呢 由于我抠出一个十 等这个东西造出的产品卖出去时 比方说销项税是十五万 那么由于我提前抠了一个十 我现在销项是十五 我销尽相抵 我交五万的增值税就可以 由于我抠了十 我销项税是十五 我交五万的增值税就可以 那要是没扣这个十呢 那你就得干交十五万 所以说这是个优惠嘛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优惠 这个呢 要知道它怎么做的 是从收购价里面直接内扣 直接内扣 有扣10%的 也有扣9%的 这个标准 不一定 得看情况来具体的 根据农产品的用途来定 总之这是三个增值税的 镜像税的底扣平单 重复一遍 第一个是专用票 第二个是海关给的完税平单 第三个是收购免税农产品的收购凭证 从里面可以抠出一部分 形成镜像税 也可以作为底扣平单的一个部分 再来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处理 我给你现编一个 你比方说我买了一批商品 多少钱买的 100万买的 它的镜像税是13 给钱给113 这样怎么写 借库存商品100 借应交税费 应交生日税 镜像税13 带银行存款113 第一个 卖的话呢 这东西卖多少钱 卖了300 主营业务收入带300 肖像税39 39 我给你算一下 300的13% OK 借银行存款 339 你看看 这个东西 镜像是13 销像是39 差额多少 26啊 下一步怎么做 减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26 带银行存款26 搞定 看 先垫一个 再代收一个 然后补差嘛 这三部曲 讲过的啊 讲过的 看看19年的单选 下列各项 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当期发生的 准遇以后期间 抵扣的 这个的话呢 叫带抵扣 进项税 这种情况有 算C 但这个的话 有点偏了啊 现在的话呢 一般都是在 当期抵扣 有的这进项税 可能会拖到 下一期再抵扣 这种情况下 需要有一个 带抵扣的中转 了解一下就行 特殊处理 买免税中产品 我们刚才刚说过的 借原材料 或材料采购 按照收购凭证的 10% 抠到哪去 进项税 然后剩下的 90%入账 我们刚才写过这个 再把数报一下 你们让银行存款100 收购票上写100啊 抠出一个10来 形成进项 剩下的90 即材料成本 或材料采购成本 借材料采购 或原材料90 借应交税费 应交政治税 进项税时 带银行存款100 从里面抠个10% 也有抠9%的 这个呢 有两种说法 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有的是抠10% 比方说用于再加工的 有的是抠9% 根据情况 它有一个税目表 材料采购呢 肯定是计划成本基加 如果借原材料一般是实际成本基加 总之都要根据收购农产品的 平单的百分之内扣之后 剩下的比例入期成本 走 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这个词 必须得说清楚 是税法的观点 按税法的观点 啥叫视同销售啊 就是这个事 税法认为啊 和正常卖出去的税负 没区别 我再重复一遍 视同销售是站在税法角度思考问题 税法说了 这件事 可以当作 视同嘛 当作 卖商品形成的那个税负同等标准 来征纳税负 所以说 视同销售是税务局的观点 它和正常销售的税负一样 但是 必须得搞清楚 会计上 不会认为 这是一个销售行为 即使有的善收入来做 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销售行为 要不怎么叫视同销售嘛 这只是从税负角度考虑 和正常卖一样 哎呀 说了半天 举个例子吧 比方说 咱们用资产的伪特加工的 等会 发福利那个在哪呢 在这 这这这这 刚讲过的这个 咱们先讲 刚讲过的 资产的伪特加工的 发福利那个 怎么做 先编一个 看这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例子 我们刚才举过啊 只是再来一次 做个对比 假公司把他的产品 发发给职工 当作非货币福利 他的成本六十 售价一百增值税 百分之十三 消费税的百分之十 说怎么做 他第一个分手 先得借什么生产成本呢 制造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销售费用啊 一百一十三 代应付职工薪酬 一百一十三 对吧 发放是怎么做 这么来 借应付职工薪酬 一百一十三 代主营业务收入一百 代肖项税十三 转成本 转的是六十 借主营业务成本六十 代库存商品六十 消费税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我看是多少钱 应该是一百的百分之十 十万块钱吧 借税金及附加 代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事 那这做过的啊 这就叫视同销售 他为什么叫视同销售呢 因为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销售 他只是 怎么说呢 是一个拿产品当做福利发放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那从税法来看的话呢 这和正常卖出去 税付标准是一样的 要不怎么叫视同销售呢 当然会计上也是按照收入来走的 但他毕竟不是真的销售 这是说的干嘛呢 这是第几个 这算是第四个 发放给职工福利的一个 将私产的委属加工的 用于集体福利客人消费 如果翻过来说呢 说如果拿它去分红呢 分红的话呢 分路不用动啊 就改一下 就变成这个就行了 借应付利润 代主营业务收入 代消耗税 转成本和消费税 问题是你分红前面还有一个分路 分红宣告分路怎么写 这么写 借利润分配 他这有个明细账 叫向所有者分红 我就不写那么细了 后面会讲 代应付利润 然后呢 因为你是拿产品发 拿产品发的话呢 这个应付利润的额度 就是产品的公允价税 剩下的就跟这个一样了 借应付利润113 代主营业务收入100 代销项税13 转成本60 消费税13 这都一样了 这分红的啊 投投资呢 投资就改成长头 用产品去投资 相当于是产品去换投资 属于公平市场交易 那么这个投资的入账成本 就应当是产品的公允价税 认定投资代价 分入为借长期股权投资113 代主营业务收入100 销项税13 转成本60 消费税13 这都一样的 看分红一个 投资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集体福利一个 这不齐了吗 就他们仨吗 124 但是这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你看啊 分红的和投资的用的是三种东西 资产的 委托加工的和购买的 资产的 委托加工的和购买的 也就是说分红和投资用的是三种东西 但是 集体福利用的是俩 资产的 委托加工的 没有购买的 我问你个事 买的这个要是用于集体福利怎么办 买的这个东西用于集体福利 叫不予抵扣 不叫石头销售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你还进一下 你像当初咱说买商品给直空发那个 你记得没有 那个叫进向税转出 那叫不予抵扣 注意啊 这个差别非常细微 再来一遍 看 资产委托加工买的三种东西 分红的 资产委托加工买的 干嘛 投资的 这个都是适通销售 账上都按正常的销售去走 包括资产的委托加工用于集体福利 也是资产做正常的销售走 但是这块没有买的 你发现没有 买的东西用于集体福利 那叫不予抵扣 叫进向税转出 属于后边要讲的 还有一个这儿没讲的 就是那个什么捐的 往外捐的 往外捐的走 营外支出 你比方说 咱们这次的话呢 把这个产品捐出去 捐出去的话呢 应该带库存商品60 销项税13 消费税10 打个包 营业外支出83 重复一遍 听着 这次假公司 不是把产品发放给职工当福利 也不是用来分红 也不是用来投资 而是往外捐 那么库存商品的余额60 直接带库存商品 销项税直接带个13 消费税直接带个10 打个包 83 直接过来 借营业外支出83 当然如果这个商品有准备的 要同步接担准备 总之呢 你的营业外支出 是它捐赠的代价 因为这个东西是意外损失嘛 而且的话呢 它的整个代价尺度 是以它的账面价加上它的价内价外税 构成总代价 这个为什么不走主营业收入啊 因为你往外捐 这事是纯赔的事 怎么可能走主营业收入呢 行了 这是咱们说的往外捐的问题 OK 搞定 那要是将私产的委推加工用于非应税 这个说的是集体福利设施这块的 但是你注意啊 它这个第五个 是要分情况的 是要分情况的 我跟你单说 来 比方说用产品 服务于工程建设 这事儿其实咱们讲 固定私产是聊过它 我在这儿再来一遍 将产品挪用于工程建设 这个通常情况是这样做的 就一般情况 是不做事通销售 不做事通销售 你比方像刚才那个产品 不是余额60吗 增值税13 消费税10 那这个账这样写 皆在进工程七时代 库存商品六时代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时 消费税是要做事通销售的 有的你这墙和总不一样啊 你不是说不做事通销售吗 他说不做事通销售 是站在增值税角度说的 一般他问的时候 也是从增值税角度来问 但是消费税在这儿 为什么要做事通销售呢 因为消费税是最终一个环节 他后边就没愣着呢 完全必须要做的 这是说的一般工程这样写 那要是用于集体服务设施呢 就得做事通销售 这个呢 不光是增值税 消费税都得做事通销售 分路借在进工程83 带库存商品60 带消费税13 看多了个例 消费税是10 我们现在给你这个答案 看见没有 这是一般情况 这是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注意啊 这个不做事通销售 这个是不做事通销售的 这个不做事通销售 你可记住了啊 这个不做事通销售 接下来进工程 来再来一遍 库存商品60 消费税10 这是70 这个得分情况 他说写的不全 我们刚才给你打了个补丁 要知道差别 OK 也就说将资产委的加工的 用于非应税 做事通销售 是指的那个 集体福利设施的工程用的 如果是一般工程 是不做事通销售的 但是消费税得补上 再来看这个 不予抵扣 这就我刚才跟你聊的 为什么刚才没有买的那个 买的这个东西 用于集体福利 就这个 这个咱们写过分路的 要做进向税转出的啊 当时那个分路怎么写的 比方说买那个商品100万 进向税13 买的当时是借库存商品100 进向税13 代银行存款113 发放给职工 借某某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113 发放时则是借应付职工薪酬113 代商品的话是100 进向税转出是13 这样写 这做过的 这是咱们做过的 买商品发福利这么写 那他的进向税是不可以抵扣 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就这个 如果说那个管理不善导致的存货盘亏呢 管理不善的话呢 是企业自己个儿没出息 把存货给整丢了 或者是损失掉了 像这个坚守自导的 那么这个存货当时你买的话 你比方说是200万买的 进向税26万 那你报损得报226 因为你的管理不善 自个儿承担进向税 不得有国家承担这个损失 因为你要让他抵扣的话 国家就承担这个损失了 不合适 他这份诺怎么写 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贷库存商品200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转出26 这个贷处理的贷损失 那就是226的价税合计 看他俩使一组为抵扣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分别执行的是一和三 这就我们刚才聊过的 这都是学过的东西 在这稍微总结一下 什么叫非应税项 这个就忽略不计了 不用管它了 OK 看这道题问谁说对了 已经单独确认进向税的购进后 用于投资 这个应该做时通销售 按正常的销售去处理 他带的是消耗税就对了 不是进向税转出 委托加工往外捐 带即消耗税 没错 是通销售吗 但是这个捐赠 这个是没有走主因有收入 他是直接带库存商品 带消耗税 带消费税 这样来的 已经单独确认进向税的购进后 发生非正常损失 带即进向税转出 这个必须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他这儿没有说 是不是管理不善 所以说呢 这个是有瑕疵的 这个题 他答案说是对的 那就说呢 他这儿默认的是 管理不善导致的 非正常损失 如果是自然灾害的呢 那也叫非正常损失 自然灾害的话 进向税是可以抵抗的 不用做转出的 所以说这个题的话呢 答案有瑕疵 管理部门领用产品 带即消耗税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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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带库存商品就可以 再来 转出多交少交 这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画个图 你先直接的感觉一下 来看这个 应交税费 应交僧值税 这是二级明细 里头有一堆的三级明细帐 看啊 这是那个中轴线 信向税 肖像税 比方说 信向税是六 肖像税是九 你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 叫先电六 再收九 然后补差 补三吧 三的话呢 应该是在这写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三 带银行存款三 结果他没钱给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三 在这等一下 挪到这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少交 或者叫未交增值税 带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相当于把三级科目 这个数据挪到另外一个二级科目 与应交增值税并列的一个叫未交增值税 你也可以这样想 就把他和税务局之间的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单化一个二级账来进行描述 如果说呢 你比方说交多了 交多了 比方交多了X 直接在这再单转一个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X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们打麻将 经常聊的叫一把一清 你每期的话呢 要把这个转出少交多交 单独的转到一个二级账 来进行单独描述 看 这是转出少交的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 带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的话呢 是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 来看这个单选 企业缴纳上月应交未交 那就已经转到了未交增值税了 直接想B就对了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带银行存款 下面我们看小规模纳税人的会计处理 什么叫做小规模 简单说呢 就是规模小的意思 但是小规模纳税人 有一个基本的认定标准 就是他的会计核算体系 是不健全的 会计核算体系不健全 为什么定性为小规模 这个道理到底在哪 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方说呢 本人是一个资深的游戏迷 玩过什么呢 玩过红井 巩慕立影 使命召唤 生化危机都玩过 如果用电脑去玩这个游戏 注意啊 他的电脑的配置 是有特别高的要求 比方说你的显卡啊 你的显卡啊 你的内存啊 你的运转速度啊 如果说呢 配置不到位 这个游戏玩起来非常痛苦 经常死机 增值税就是一款游戏 而玩游戏的这个机子 就是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 如果会计核算体系 不健全或者不到位的话 你这个游戏玩不下去的 那怎么办呢 那玩不下去 是不是这个小规模 就不用交税了呢 不 你就简化这个游戏 来进行玩 这就是小规模的一个简化的 增值税处理的基本原理 来 小规模的话呢 在这具体操作 你看他从一般纳税人这买东西 那个信向税是不让底的 比方说买一个东西 100万买的 信向税是13 他怎么写 借库存商品113 带银行存款113 看见没有 13是不让底的 那么他把东西卖出去的话 怎么写呢 按照不含税价的3% 直接收增值税 这个分路 我给你比划一下 借银行存款103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3 大家注意啊 这儿没有三级科目 二级科目就行了 因为他没有信向 谈不上肖像 直接收3 就交3就完了 按照不含税价的3% 来算 这第二步 一般纳税人 从小规模那买东西 记得啊 通常的话 进向税是不让底的 除非你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否则的话呢 30%是不让底的 这是他的一般情况 这块呢 知道原理就行 我们看个例子 小规模买了一批料 一万进向税是1300 当月卖商品是123,600 增值税率3% 问增多少 他这个报价就是一个含税价 普通票嘛 因为他开不了专票 他是价税放在一块 那就用12.36万除以1加3倍 看看纯价多少 纯价是12万 增值税呢 3% 3600 算C就对了 咋了 小规模应缴纳的增值税带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啊 他没有三级坡 他没有三级坡 小规模购原材料 发票注明的税金级成本 对着呢 不让底 再来 小规模卖商品用售价额 与应交增值税合并定价 什么意思 就是小规模开的这个票是含税价 含税价的话呢 你比方说像刚才那个103 103是含税价对不对 除以1加3% 就是你的收入额100 这样做 对着呢 刚才练过一次了 走 讲完了增值 咱们再来看消费税 他俩是一对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要远远小于增值税 它是针对特定商品去征 为了引导消费的一个税种 这里面通常处理是借税金及附加 但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这个说过无数次了 而且的话呢 消费税是价内税 影响损益 增值税是价外税 不影响损益 这个对比要知道 特殊情况的话呢 和增值税是重合的 比方说市通销售 你用应税消费品 用于赛定工程 对外投资等等这些 与前边的市通销售增值税 是同事的合并版 比方说你拿它去对外投资 那就借长期股钱投资113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 肖项税13 什么时候走其他业务啊 你比方说是原材料 那就走其他业务 但是一般的走主营业务收入的多一些 转成本 借总有成本 带库存商品60 前面用过这个题啊 消费税借税金级附加 带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时 这都是用过的题 这就是那个 市通销售环节的 消费税的表现 拿它去对外投资吗 用于赛定工程 咱们刚才也练过 通常不做市通销售 但是消费税在这 的确是按市通销售来做的 带库存商品60 消费税时 借赛定工程70 但是如果这个 工程是集体福利设施呢 那你代方还得补一个 消费税 对吧 咱们当时说过的 这是一般情况下 增值税是不做市通销售 但是消费者在这 按市通销售去处理的 委托加工这个也讲过 收回后直接卖 或者用于非应税消费品 再加工再卖 那你受托方 代收代价的消费税 要构成物资成本 分路是借委托加工物资 带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 等到最终东西卖掉时 争骂环节就不再补消费税了 除非你出现了增值 这个我们当初讲 存货是讲过这个事 那收回后用于应税消费品 再加工再卖呢 它会出现一个 先预交一个时 比方说 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带银行存款时 等到产品最终加工成 最终版的应税消费品 再去卖的话 它会有一个总的消费税 比方说18 借税金机辅加 带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18 这18里面包着这个10呢 那你再补个8就行了 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8 带银行存款8就可以 这些是讲过的 我们只是在这再总结一声 一定要注意啊 消费税和委托加工 物资成本的关系 我再重复一遍 收回后直接卖的 或者用于非应税消费品 再加工再卖的 构成其物资成本 而收回后用于应税消费品 再加工再卖的 那个是不能构成物资成本 形成先预交再补交的问题 看这个题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 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算D 一般纳税人 委托被单位加工材料 非经营首饰的 材料加工后 用于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 问谁是委托物资成本 加工费是 增值税可以抵扣啊 运杂费是 消费税不是 材料费是 ACE 再来 销售资产 应税消费品 确认消费税 走税金级附加 没毛病 这个 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 那个谁不计成本 发出材料的超支 计成本 受托方代收代价消费税 这个不计成本 加工费计成本 运费也得计成本 B呗 咱来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直接卖 加工费100增值税13 然后代收代缴 消费税15 这个既成本 因为它是直接卖的 那你这个 借委托加工物资 131不对啊 应该是115就对了 这个是对的 C是对的 借委托加工物资 115 进项税13 贷 银行存款 118 C是对的 这是我们说的两大税种 应交送质税 和应交消费税 115 115 115 215 315 415